我如果想錯亂 但在播出演出的幾個 周定偉 夏宇童 賣力排演音樂劇 不讀書 俱樂部 不一樣的是 這次演員沒有面對觀眾 而是一台又一台的攝影機 3 2 開始 一舞台劇的方式表演 透過鏡頭拍成影棋 這是劇團在疫情下的應變 原本6月份有30多場演出 碰上疫情而取消 直接損失百萬票房 為了復工 劇團乾脆募資開拍 儘管成本比之前高出60萬 也要改在線上播出 希望能夠保障演員們的權益 也希望說 大家有這個戲可以演 然後只要有工作可以做 我們就會有收入 演出主角的周定偉坦言 在這樣的轉型下 如何演出 不丟失劇場風格 又要有戲劇精緻感 就是最大考驗 其實我有跟導演討論說 就是特寫鏡頭這麼近 那我們的能量 是不是也相對要縮小 但是導演就跟我說 其實不用太擔心這個 我們還是按照 平常在劇場演出的方式 跟能量呈現 他覺得這樣比較有 保留劇場的風味 演員們重新花一個多月 從早到晚密集排練 三天就拍完三集 在後疫情時代 劇場轉型成為趨勢 不過像是綠光劇團 仍然希望觀眾進場 因為疫情取消 酒場演出的人間條件期 加開四場特別場 採間隔座售票 限量兩千張名額 讓四中粉絲瘋狂 開賣七分鐘就秒殺 雖然不管是實體或線上 對於劇團來說 都難以填補損失 但各大劇團 以不同形式開工 至少能為產業復甦 跨出第一步 最近新聞成文宏與Patreon 也推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 等你喔